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像过年走到哪里都会有女人有压力 尤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是这个回婆家,婆媳问题 女人的战争 我来念这个妹妹给我们下的脚本 过年走到哪里好像都是女人的战争 战火辽阔 年假太长会让离婚率飙高 涨息的年假 谁来救救我的厌世人生 一家人齐聚一堂 本来是欢庆新年 但是竟然像是一场大战 那到底大家的过年有没有像打仗 要和婆婆或女性长辈过招的案例 有这么惨吗 一定会有的 因为整个过年 就是女人在家 年夜饭长出 长那个权力最大的时候 而且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女婿 所有的儿子一定要回来吃饭 儿子 你搞不清楚你跟你妈的关系是女婿 你这个给母亲战争的 儿子一定要回来 这个问题在我家也是发生过 等一下来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给母亲战争的 自以为自己是妈妈的女婿的 马再请马律师 我就是欣赏你这一点 所以再一起请你来谈 马律师来 好请继续 所有的儿子 行李如意的 不管他是真心或者是 或者是假意 一定要回家去吃这段年夜饭 那吃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呢 就是妈妈 我就讲是婆婆 也不能够说一年就那么一次 他可能展示他重要性的地方 因为毕竟如果公婆没有在一起住的话 那婆婆到儿子家去住个一两天 还算是客人 但是如果今天过年过节回到妈妈家的时候呢 我们变客人 主人呢就是妈妈 那这个客主关系呢 对于整个家庭事务的使用方法 包含什么 锅子 油 盐 放哪里 打扫 要扫到什么程度 其实那个标准就会完完全全的到 以妈妈或者是婆婆为准的这一个观念 可是这个标准一出来以后 我想人都一样 我们到国外去 除非我们是不是去旅游 到国外去生活 就生活一个礼拜 也要入境水族 这个买什么东西 多少钱 什么东西不能犯 有些禁忌在这里面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如果我们到别人家去 就会产生入境水族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心悦臣服 我们去开情来观光的 那没关系 如果今天回到婆婆家 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名义 过年一定要回去 加上如果 她又知道婆婆的个性 我想说这个前提就是 平常没有非常了解对方 或者是很了解对方的时候 通常就预设一些立场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的媳妇 遇到过年的时候 我在猜如果跟老公有沟通好了 大概就先约法三章 我们这次回去呢 我们这次回去要多久 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回去要多久 是 我想要问一下 我们一条一条来谈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说 有一个媳妇 她在网络上po文说 她跟老公讲说 过年的时候要出国去享受 去旅游 其实我也很高兴 今年是要出国去逛 到处都是Omicron 他要去逛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整个点是 她说想要出国 又想旅行 有两人时光 可是先生却说 一定要回婆家 然后这个女孩子可能认为说 她po在网络上 会得到大家的同情跟支持 没想到据说 很多的网友就骂她说 不是大体 要两人时间 为什么要挑过年的时间 这个有时候很奇怪 有时候在网络上po的时候 会得到支持的言论 有时候你就不知道 踩下去弄到路 这样子 就是现在也看不太准 所谓的这个网友 是一个很难讨好的法官 那马绿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这样问 马绿家里也有夫人 夫人应该是不错 都让马绿以为 自己是自己妈妈的女婿 这样子 如果你太太说 过年不要去见公婆 要你们两人时间 你会怎么样 原则上面 这个事情在我们家发生过 就是我们去安排出国 有一年安排出国去玩 那基本上我还是用一个理由 我知道 我心里面知道 我太太不太 就是可能前一年回 回婆婆家 可能有点不愉快 所以她那一年 很早就跟我说 我们来出国好不好 我心里面知道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调停这件事情 我只能够跟她说 好那没关系 如果我们要出去 一定是全家 小孩都带去 然后还跟我妈妈编个理由 说因为如何 早就预定好了 很久没有出国了 所以才出去那一趟 我们真的在国外过一次年过 然后是跟团去 而且是非常仓促的 你知道过年的团要强 我说她的确 我心里面大概有底 但是我还是让这件事情 尽量让她圆满 所谓的圆满是跟我妈妈说 没关系 我都没有办法带下去 红包包大一点 那我很好奇 那时候你心里有挣扎吗 就是要过年不回去 作为一个儿子 你会不会有罪恶感 或者觉得自己这样不好 或知道你妈妈会落寞 其实这件事情 从我娶老婆 我就知道是不好处理的 所以我把这件事情 处理成功当作是奖励 如果没有处理得很圆满 我会认为正常 在我的心态 我会先把自己 设定到这个程度 那至少 有一个最坏的程度 是不要见面 起了一些争执 或者是 比较难看的画面有出来 所以我在我的心里面 处理婆媳之间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见面吵架 第二个就是 可能尽量减少见面的机会 第三个层次是当然了 就是婆媳之间 非常融洽很愉快 我想这三个层次 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静态的 它是一个动态的 今年也许很融洽 明天不见得 对 通常我就冲缺各位的女婿们 当你的老婆跟你妈妈 都女婿了 各位的男士们 OK 你已经完全认同 你中人 爸到中 这种老公的去哪里找 基本 我跟你说 因为我太太也没有婆 也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就是 她自己有一个人 所以我原来知道 那你是谁的女婿 基本上我是以家庭为重 我的家 因为这是我未来 二三十年的 你流露出来的这个潜意识 就是这个家是太太 是为主 没错 所以我的原生家庭 也是以我妈为主 所以这两个为主的时候 我夹在中间 既然你知道两个为主 你就不应该让她 哪一个为辅 哪一个为主 当然我知道很多网友认为 过年一次而已 一年一次 你叫你太太 回去做骨头买是怎么 很多的网友会讨我说 这样会死 但是各位要知道说 她那个情绪 女生的情绪 很可能去之前 一个月 就已经有点在 在做一些 就有些压力在 包含去回来 又有另外一些压力在 所以我对她 我不太会去 勉强我太太去做这种 讨好老人家 而且重点是 我也知道 我妈妈的一些个性 的确有一些是不好相处的 我必须要有这个体认 而我不是一味的去说 老人家你就让让她吧 就是回去就让让她一下 也没几天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通常是动态处理 这样子的情绪 情绪管理 有的是好 有的是坏 我这十几年来 譬如说有四五次 很OK的 也有一两次不OK的状况 这算是相当好的成绩 至少我会认为 我这个危机处理上面 我会认为 我还算是及格 我没有说我很OK 好 那我们来问一些 网友问的细节 第一个就是说 像刚刚那个例子 你刚分享的是 你配合的太太 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 我觉得很多网友 尤其是男生看了有情绪 他们就觉得希望自己的老婆 不要过年来给自己制造这个难题 那如果说 对这个儿子来讲 妈妈是不可能接受 而且对有一些人 我们说 其实最近经济没说很好 对不对 你带全家出国 一定要多花钱了 如果要因为 没有回家过 你要包给爸妈更大包 那就是double的花更多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你马绿造 我都做得到 我不要都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对太太感觉到 很多的女性 这时候会觉得说 我不被重视 我讲的意见 我老公不肯听 他要强迫我 然后就会怎么讲 桥接上 现在社会上很多说 女人要自立自强 我们不用受婆家的压迫的言论 可是我今天会请马绿 谈这个最重要的是说 我觉得女性 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可是要聪明的 得到那个平等 你吵到跟老公翻脸 然后跟婆家人不往来 其实自己也很不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想谈一些那种 这相处的 这个解套的方法 万一是这种男的 他没办法像你那一年做到 就让老婆出去 他应该要怎么沟通 或者说应该怎么讲 才不会踩到雷 怎么讲事情会变好 怎么讲事情 会变坏了 我觉得婆媳之间 夹在中间的男人 一定要有一些 撒谎的本能 这种本能 你是律师教人家撒谎 一定是要 你这种善意的谎言 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一点 譬如说 像我刚刚提到 假设你那一年 你太太真的不愿意回去过年 那你可能就要提早 个一两个礼拜 就利用六日 旋风式的把太太老婆 小孩带回家一趟 反正因为那天没有 不是大姐 没有所谓的繁文入节 没有一堆要煮年菜 不过要拼扫 我也没有 就那么一天半 回去把红包赶快发一发 跟说讲一下说 因为临时家里面 比如说这个员工招待 旅游不用钱 不去白不去 等等 就把你过年要不再 就变成一个公式化的旅游 所以这个不用 这个员工招待 招待只有四位 不过今年旅行的业绩 不过我如果没去 会得罪主管 爱个资源 如果你的妈妈支持儿子的话 拿公式出来做理由 妈妈大概都会谅解 虽然妈妈心里会想 是不是我那个媳妇 在中间坐出来 但是基本上面 你只要讲出这个 光明堂皇的理由 然后该做的理数 前一两个礼拜回去 也有来看妈了 只是没有吃那顿烟夜饭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我想到唯一可以做的方法 你讲这个 我觉得很符合 我们台湾人的民情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听说 有的人 比如说今年要过年 结果过年前 这一段时间 跟老公处不好 坦白讲 我手上有看到案例是 老公外面有年花惹草 夫妻正在草这件事情 所以太太就觉得 我这时候还跟你回家 算什么意思 就不想回家 可是太太也还算有 怎么讲呢 有四大体 这个是没有去跟长辈讲 只是夫妻还在瞧 那他不愿意回去 所以这个先生去跟 他的爸爸妈妈 不得不去跟他爸爸妈妈说 今年不回来 可是这个太太 他就自己带着小孩 在过年前 自己回去 然后就说 今天可能你儿子 我老公很忙 因为过年没有办法回来 你知道他最近都很忙 所以我就是自己 先带孙子来 跟那个奶奶拜年 这样子 小孩子也都 就是配合的很好 结果后来你知道 这个婆婆怎么说吗 这个婆婆说 一个有经验的女人 怎么会不知道 这样是有事情 但是聪明的话 这不可以再拉 因为现在一定是 儿子跟媳妇 婚姻的一个脆弱点 你看过年 没要整个回来 他就是没要跟他 拜祖会坐到顶 不想来演媳妇 让他满意 让他觉得 我给你吃头头 吃嘻嘻 所以这个婆婆就自己说 她自己也回送了 媳妇一个红包 就跟她说 委屈你了 当我们家的媳妇 我知道我们儿子 构心不容易 然后拍拍她的手 她说你过年不要烦恼 如果欠什么 我这边煮好 可以快递给你送去 就这样子 那个婆婆 是婆婆这边跟我讲 婆婆说 我知道有事 我有稍微猜是 可能是我儿子怎么样 但是进取时 我们就是定王 可是通常 我们之间的婆媳问题 遇到四大体的婆婆 我们都认为不是问题 婆婆这边 那有没有四大体的媳妇 四大体的媳妇 就是比较少 我不能说比较少 因为婆媳问题 基本上面会出现在媒体上报导 都是负面的 正面的 我不太容易在新闻上看到说 他们婆媳一家 也许真的有 我也不敢 我不能一直宣答说 婆媳问题是每个家的问题 但是我遇到的 就是像我这么好 有一点点社会经验的 处理这么多案件 我自己都会发现 我太太跟我妈之间 两个之间的确会有一些疙瘩在 而那个疙瘩是根深蒂固 我难以化解的 我觉得大家会好奇说 这个根深蒂固的婆媳之间一定有纠结 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从一个比较深入的人性层面 来给他探讨一下 因为刚刚第一段其实让很多的当女婿的儿子 有一下这个安慰的感觉 就是即便是马绿也是没有办法 老婆要出国 她也没有办法 这么有能力的也没办法 所以你们应该就觉得安慰一点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马再琴律师 马律师对于他 非常有自觉 他都自称自己是女婿 刚刚节目有口误三次 佛洛伊德说人的口误就是反映出潜意识里面的欲望跟认同 所以难怪马律师可以这个持家持的很好 但是他不是没有痛苦 就是他也不是说老婆就是每天都很 跟婆婆是天生很快乐 所以我们这个觉得非常的安慰 接下来就要请教 那这个婆婆如果能够比较包容 你刚才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媳妇这一边 女生的心理跟婆婆 就常常会有那种敏感带存在 这个敏感带到底怎么来 我先抛砖引玉一下 我们在心理学里面看的几个 第一个是说很多的女孩子 自己本身跟母亲这件事情就没有搞好 就是说我们看到研究上说 最容易跟婆婆有问题的两类人 第一类是她是妈妈的宝贝之宝贝 掌上明珠 所以去到婆家会觉得 我说我给你比方说过年 我竟然来跟婆婆在这边 膝下 这个成欢膝下 成别人的妈妈 她心里其实有一种 对不起自己妈妈的罪恶感 在后面扯后腿 所以跟妈妈非常好的人 第一个来跟婆婆相处的时候 老是会有一种往后扯 本身不想跟婆婆太亲近 怕背叛自己的妈妈这种心态 另外就是如果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宝贝 那个家是公主 那这个公主今天来到这边 什么要跟着人家做家事 那种给人家一家之吃 她就是 我们也不能说太狡猾了 但是就是太狡猾了 就是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习惯 说我今天竟然要来伺候别人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另外一种困难是不是妈妈的掌上明珠 但是自己的妈妈重男轻女 还是说兄弟姐妹里面 比较疼别人不疼她 她就会把丈夫这个婆家 当成一个机会 我等我娘家我不算个咖 那我现在结婚了 人家说这是女人真正的家 她太认真了 太认真要把婆家或婆婆 当成一个完美的妈妈 可是你知道人没有完美的 而且两个人又不够认识 不够熟悉的话 就会产生很多的失望 这个是我们研究上看到婆媳问题 媳妇这边心里最大的障碍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这个 麻绿深刻的人性观察是什么 我两个女人在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年代 那也不同的生活环境 你怎么可能让她在同一个地方 产生共鸣 所以我基本上先有这个体认以后 我才会认为婆媳问题 它本来是一个自然的问题 它不是问题 它是天生就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在情绪上面 比较不会去抗拒说 谁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他们两个 我跟我妈妈讲了那么多 我妈妈国小没有毕业 你跟她讲一些心理学吗 你可能就是如何如何如何 不好 她不会长知识 她永远就是那套逻辑 那套惯性去让她家里面的所有的行为 不要说婆婆 我们家外劳请给我妈 也是三天被她骂走 所以她的习惯 生活习惯 或者是她对人的要求 基本上面已经根深蒂固了 很难改 那这个前提之下 我再叫我太太去适应她 我讲真的 我在家里面住个一个礼拜 我可能自己都受不了 我怎么能期待我太太在家住五天 还要 大姐 今天大姐 我去拜 就是说我坏天 今天这五天来 就是要 洗碗拼书来 洗衣 煮菜 欢乐有的 还有很多碎嘴的情节 而且你各位可能会认为说 其实不用啊 其实都是妈妈在处理 错在旁边更累 在旁边真的很累 在旁边就好像 她是司令官 你是那个传达兵一样 话气话乐 叫你去拿什么就拿什么 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那个对于一个媳妇来说 随时stand by的心理压力 又怕弄不好 你好同理 你知道我在家会煮菜 煮饭 我去我婆婆家 我什么都煮不出来 因为就是全部 就变智障 你就智障加残障 因为你就要 就是要照她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有时候是紧张到 我加个油 我就想说 今天妈妈是想要多油 还是少油 因为多也不对 少也不对 然后你就变成站在那边说 妈妈要多少油 然后婆婆就会赶快来 因为我婆婆很好 她是会赶快来 然后她就会说 你去捏多少油 你也要问你 你平常是要如何 我都不敢讲说 平常你没有站在旁边的时候 人家我很OK 你油加多了 她说你浪费 又加少了 说这个太油不健康 油不够 她又说这个味道不够 她说你把她的肉煎坏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 你非常的有同理心 所以你首先 第一个给大家的建议是 用一种坦然的心态 因为她先设定 她设定她不成功是 她们之间关系处理不好 本来就是一个天然发生 自然发生的产物 你想去把它塑造 把它变得好一点 那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 而不要很多男人会觉得 会觉得说 我一定有办法力挽狂澜 让我的妈妈跟我的太太 关系非常好 错 如果有这个设定的前提 基本上就是这个男人吃饱太咸 拿势头砸自己脚的想法 那你有这个想法出现以后 你就开始怪了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我太太都不帮我 然后你其实就会 自己也不开心 对 自己也不开心 然后就开始易怒 易怒完以后 其实你知道 这个三角关系 没有人能够抓得平衡的 你只能够看事办事 让这种状况 一年比一年好 或者是不要让它恶化 那如果在家恶化的时候 比如说 我有的时候我回到家 万一真的那一年过去 我就把两个老婆小孩 就带出门了 什么叫两个小老婆 我小孩跟我太太 比如说年夜饭 可能稍微有点点 叮答 碎碎念 第二天大年初一 我就赶快把他们带出去 外面拜年 就是弄个一整天再回来 你就会自己试食物 对 赶快把他带回来 晚上再回来 回到家里面就好了 可是我很好奇 像你说 年夜饭如果有叮答 这种时候 不只是你家 你听过的婆婆是会念什么 造成年夜饭互相婆媳不顺眼 我跟你说 丁达 我跟你说丁达 婆婆通常很少当面发作 其实两个女人的战争 最痛苦的不是在于当场发作 比如说年夜饭开赶起来 不是 都是把丈夫或者是儿子 拉到房间的时候 开始念给他听 你什么样 你什么的 你听过有什么内容 到底是会不满什么 好 第一个就是生活习惯 睡这晚 你也知道 我们好不容易放假 太太都把睡到自然醒 早上起来 早上就睡那么晚 然后家里面的小孩子 小孩子的东西也没有准备 因为其实到人家家里面 我都不晓得 他没有固定的收纳的地方 当然就摊了一地 行李箱打开 就把他撒一满地 所以很多老人家 对于那种生活习惯 早上睡太晚 不够穿起来 我说穿起来 这个事情没标准 那个马桶 什么没有冲 或者是 我都遇到很多 那种细节上的 生活上的问题 没有来帮忙 没有帮忙洗碗 我说要洗多少碗 有的时候去帮他洗碗 他又说 不用 我自己洗就来 我自己用就好 那我可以洗 你们家可以洗吗 我跟你说 如果我去洗 我妈妈又练 你媳妇来回来 叫她洗一碗 是怎样 怎么叫你来洗 这件事 很多很多 台湾的男性 都有感觉 对不对 其实女生很喜欢说 要孝敬 或者要回报 你妈的是你 是你们 你的兄弟姐妹 跟你干我什么事 我又不是他养的 很多女生 会讲这种话 然后我觉得今天 我们至少这一点 帮大家解开 光是洗碗这件事 今年过年 不要再吐嘴 就是 可是儿子去洗碗的时候 本身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坦白跟大家讲 我在书里面 很多年前 十年前就有写过 我这样告诉我老公的时候 那时候才结婚 没几年 我老公跟我说 如果我进厨房 就是对我爸妈宣战 我说 你说这么誇張 没变大 算了 理由这么大 可是我经过了十几年 我现在 他自己要去做这件事 我都会跟他说 我来就好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 你走进厨房去洗碗 你爸妈都知道 你本来不是会洗碗的人 他养你几十年 他怎么不知道 然后他说 其实我先生那时候跟我 也不算是说吵架 他是跟我解析一件事 他说我爸爸从来不进厨房 那我进厨房 是不是让爸爸看到说 他是家里面 唯一不进厨房 唯一不顾老婆的男人 然后我妈就会很有情绪 我妈就会觉得说白人的男人 都很好 只有我们男人都没在厨房 所以妈妈就会有双面的情绪 但是在他们的固定的动态里面 妈妈不会去 过了几十年了 不会去找爸爸麻烦 对不对 他也不会突然去说 要人家洗碗 所以他就会变成 不希望儿子洗碗 他说这样子是会 让妈妈对你有更多的气 就对媳妇有更多的气 所以他说我要是为了这个平衡 有点像你讲的 我就是不能 我就是不能进厨房 因为我进厨房 就是宣战我家的传统 那人家会觉得 谁来煽动我造反 就是你 唯一的外人 对 你就是很惨 那你就会 你就是 你就是已经摆明了 不是客人 而是敌人 所以他这样子跟我讲 然后后来呢 那个 我说你刚刚 你这些金玉良言 我都没听过 我就是邪门歪道 但是我们值得记录下来 我还叫他讲 真的录音 我给他抄下来 后来整理出 出在那个书里面 竟然很多读者 男性的读者 写信来跟我说 这一段要拿给他太太看 因为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其实蛮震撼的 所以刚才这个 马绿讲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不要用这个方法 不要说推先生去做 可是好 那现在讲到夫妻的平衡 假如大部分现在夫妻在家里都是 算比较公平 比较平等 可是过年这五天 太太们要去额外的劳务 洗碗 然后做这些事情 被人家念 那夫妻之间要怎么样对应 才不会不平衡 原则上面 当老公能够补偿 就是当然 爸爸妈妈多给他一些红包 太太多给他一些礼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额外表示你 敢念太太这五天 到我们这边来 其实这是你额外的付出 你辛苦了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我老公跟我婆婆联合欺负 我压榨这五天 这个情绪就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给出一个红包 其实表达说 我知道你是额外做的 而且那个 去之前就要先包给他了 还没回到家 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 就要给了 十几点重要 你不能够一肚子气以后 再给 那个对太太来说就 他就觉得你只是想要 这个化解分 而且他会认为说 是怎么样 是我跟你妈妈 不愉快以后 你才给我 是不是 你拿钱封我的嘴 对封我的嘴 不能不能这样子 你应该前面就告诉他说 这几天其实委屈你了 因为所谓的委屈 我想就像我刚提到了 破细之间没有 成功 成功几率是低的 所以我要我太太 做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我一定是要给她一些报仇 你有这个设定 我想说这个设定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男人 在设定上面都是 这一年三百到六十五天 三百天大温都 你五天 五天回去做节是怎么 会死 做人媳妇 你会死 当然说会死 当然那不会死 当然 做台湾什么事情会死掉 但是 有些男人就会认为 就这五天而已 你会怎么样 我说这个心态 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他们两个基本上 我不能讲水跟火 就像你讲的 整个传统价值 那个价值完全是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光是洗地板 拖几次就好了 好 所以我觉得时间也到了 差不多我们这个主题 给大家一个小结论 我是因为 私下了解 马律师持家非常有方 相当有智慧 马律师偶尔会会给我 一些相当有用的人生建议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集 我预期过年的时候 一定很多网红 名嘴 都出来说一些 什么 女性 就是让女性舒服的话 但是我想要平衡一下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 如果我们男性的心结 没有打开 我们所有的女人 抢着要爱的 就是那个男人 如果这个男人 没有按大后洗 自己没有按大后洗的话 一定在这两方的纠纷当中 只会三风点火 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今年我就做一个 跟大家不同方向 除了替女生 这个抱怨跟伸张之外 我们再进一步来做一点事情 各位大哥好不好 大哥啦 大哥小哥们 你们稍微听一下 听听看这个 马律也是 妈妈跟太太 也是跟我们大家一样 不是天生就可以相处得很好 但是一个男人在这中间 如何先给自己 先喘一口气 第一个今天摘要 心态是 你的老婆跟妈妈 有冲突 这件事情是自然的 你如果做得好 那你很棒棒 做不好 也没关系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所以不要有负面情绪 再搅进去 第二插花插前面 让太太知道说 今天她做这些事情 来婆家过年 是为你服务的额外的东西 看你有什么办法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老婆感觉到 你没有把她当成理所 当然 然后再来就是在 这个两边的时候 你要看情况调整 这个张力变大的时候 赶快说 我们去看一下 我小学同学 去卖场 帮小孩买一下东西 赶快就是拉开一下 可能对妈妈 对于辛苦的长辈 这个 做好新的 家里要更甜的 妈妈不好意思 全家大小带回来 让你过年又这么累 可是就是喜欢妈妈的菜 或什么 还有 做得到的话 红包真的是解决一切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这其实很好用 如果做不到 你钱没有那么 钱跟没有那么松的话 就是嘴巴松一点 嘴巴讲好一点 好 那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大家 过年过得比较顺利一点 那等一下 我再来给大家 讲一些例子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先休息 说到过年的时候 婆媳的压力 我觉得有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人 大家压力就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 就会有冲突 意见不同 而且两方都很累的时候 就容易 所以这个时机 就不得不提一下 每年我们 报导联播网 报导联播网 我们有年菜 对吧 听这种朋友 很多人都吃过 因为阿辉的节目 是过年新的 所以可能 我们有一些新的 听的众朋友 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 要来推荐一下 跟主题 也是有一点点的相关 就是我们的年菜 宝岛的年菜 今天的年菜 有什么呢 里面是十人份 八道菜 真正 只要两千九百九十 有什么呢 里面有猪脚 鸡汤 佛跳墙 米糕 鲁鱼 整尾的鲁鱼 三针 还为什么都有 或是冷冻 送去拎到 还免运费 大家有没有兴趣的 刚才说 刚才很认真 在听婆媳问题 然后聪明的老公 聪明的老公 你如果把这个事情 大家在厨房里面 忙的事情 可以减少一下的话 其实也是 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跟大家推荐 坦白讲 我自己今年是 初二的时候 也是跟我妈妈讲 不要做了 所以我们也是打算来吃 我们自己 这个的年菜 好来 那今年的年菜 很抢手 大家的订购电话 0800-551900 0800-551900 你如果想买电 可能送货买乎 这没办法给大家保证 所以还是要赶快 是照这个订购的顺序 出货 那今年年菜 为什么这么抢手呢 我们同事回报的是说 第一个是分量 分量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没出去 像我们刚才说的 本来要出国 要努力 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今年很多人都反映 在家里面聚餐的人数 其实是变多了 所以这个十人份 八到十人份的分量 算是很刚好 那以前其实有些小家庭 现在觉得说 因为每天都要在家 吃 好 所以分量是够的 那么这个是哪里的呢 就是真荣小馆 真荣小馆的年菜 跟我们宝岛联播网 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今年再次的合作 我自己觉得 2990的价格 真的是让行家觉得心情蛮好的 其他通路 你看很多 八道菜 我们参考过 都三四千 好 所以呢 这个 也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今年的菜色 真荣小馆 请到的是有五十年经验的 国家经贸主厨 这是林清泉师傅监制的 我们的这个林师傅监制的 好 总而言之 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是阿贵家里 今年初二 聚餐要吃的年菜 也不知道疫情会怎么样 所以没有打算去餐厅 那大家可以跟他看情况 来安排 好不好 这个是福虎生丰年菜组 出货日期 有一批是1月21日到1月24日 或是1月25日到1月27日 那没有办法指定到货的日期 请见谅好不好 0800551900 0800551900 好了 这个责任有做到了 年菜有了 好 那我们就是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 过年的时候 如何作为一家人感情的润滑 好 那么也要做一点这个专业的正式 阿贵来给大家报告一个 这个家人过年相处的一些小秘方 我们沟通跟相处的一些技巧 希望这些心理锦囊 可以帮助大家心情较好的 第一 如果回到长辈的家里 还是长辈来到晚辈的家里 头一条 请会记得 你是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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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一种 很有帮助的心怀 我有一个朋友 他要去婆婆吃的时候 在车上 就觉得心情吃败 说在高速公路上 真的很想给他跳车 这样 可是呢 他的先生 没有办法 这个先生就安抚他 安抚他说 你知道像我们的小孩 对 都会演戏 演戏 太太说 对啊 我知道 他学校有表演 不是有这个演小红帽吗 演这个什么 白雪公主 都有演戏 当然知道演戏 对 然后这个先生说 可以拜托你 这三天 你就是动作 去演戏 去演戏 结果这个太太说 为什么家人不能真诚相戴 为什么要我戴上面具呢 先生说 对 你说的没不对 现在你面具 帮我掛一个 我们来谈一下 演三天的酬劳是多少 谈价钱 他就会说 说钱最感情 你如果有听到 像马律师 他说 红包包大一点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不是钱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不是钱的问题 你 老公子里面 删卡片 20块 你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信号 那是一个设定 让对方知道说 这里面有一种 这个 我知道 这个事情 你很辛苦 这一个态势做出来的话 很多时候 做起事情来会比较愿意 比较心愿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 有的人觉得说 现在的女儿 实在 越来越拿俏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 是这样 就说 平常什么事情都平起平坐 我就连这一点点的孝敬长辈 也做不来 我就觉得很过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 其实会有一种 故意要 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但是 各位 大哥 小哥 这种心态 最后 其实自己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人家说 这个老婆 他这个 去婆家 本来就不是他原生家庭 可是 会去 或者说 继续在相处的关系当中 都是 看在夫妻的情面上 还有时候 一点点的表达的话 可以让家庭生活 更润滑 我觉得这是可以 但是 不是说 为了男朋友 我没想要说什么 为了男朋友的权利 什么 我觉得比较是 以家庭和谐 然后也不希望 过年的时候 小孩子这样子 看着大人相处 这就是他们学习 相处的一个机会 结果 让孩子看到一些 不好的经验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心态上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也是要 奉劝 长辈 如果到晚辈家的话 也是同样 你是人家 你是人家 我来举几个 其实会让婆媳 关系变得紧绷 有时候不只是婆媳 那个 自己当妈妈的 就是丈母娘 来人家家里 也有一些要注意的 第一 不可以买人家 开房间 好吗 我有听一个 这个丈母娘说 我去开他们的房间 都是因为我早点菜 那很贵的鱼 有机的菜 我都买很好 要给我们孙家 所以我去 我当然留在 我们女儿的冰箱 有什么不对吗 对不起 这里面 还是有一个界限 存在 你有时候这样做 虽然你是妈妈 你不是婆婆 你们女儿有时候 也没什么欢迎 说真的 现在的小家庭 像我的冰箱 都有一定的容量 我有我自己 每天想要买的东西 妈妈来 如果走一座 我第二天不知道 我去买了东西 回来 一拉开 我的冷冻库 吓到 因为我没有办法放进去 妈妈都还是 出手比较大 比较大手臂 会买比较多 因为疼爱 这个小孩 可是这个就会让人家 感觉到 是不是彼此之间 如果没有这个界限 不知道这是拎刀 还是混刀 纠纷 有时候也会比较多 有时候互相的期待 就没有办法 拉开一个空间 我想 还是尽量 我们如果是去完备的家 你就坐 你说 想要喝一杯水 有茶 那人家拿来 你就说声谢谢 好不好 当做他订婚前 第一次见面 就给你放茶 那种态度 那种心情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如果既然没有住在一起 不要想在过年的时候 把握这几天 教好他们 做人的道理 这个也是会引起 很大的纠纷 因为能够教的 平常潜移默化 是可以发生的 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是放假 来算的 我刚看见一些 长辈 来的时候 就去看 我孙子都在哪 谁说话 这样太暗 你怎么给他这个 你为什么没有给他 一个更好的角落 为什么桌上这么多东西 他还跟孙子讲说 你妈妈都没有 帮你整理吗 这一些 很多的婆婆妈妈 或者说有时候 爸爸的心情 是说 啊 过年一天 没时间 来宵家看一看 没时间什么看 我呢 过年来啊 我就是 那个 长辈魂就上升了 我就想要帮他们 看一下 生活中 有没有要改善的地方 还甚至听过 有人过年的时候 就问一下说 啊 今年啊 节余多少 啊 你薪水一孤子 不是多少 年终你公司 我多少 你烤鸡 怎样 这是年夜饭 在考试 年夜饭 在平等 这个无形中 都会让人家 有一点点 觉得说 你好像是在评价 我 说真的 很多是出于好意 但是这个界限 彼此之间的一个 尊重跟空间 有时候是大家 互相了解的 一个基础 最后要奉送 给各位女性 因为我自己 也是流行 我觉得有一个 关联帮助 我很多 那就是 这个老公 在公公婆婆面前 永远要扮演 那个小孩 小baby 他有这样子 互相的需求 可是 我们在旁边 你要想的 就是说 我是扮演一个 辅助的角色 辅助先生 去表演 或是展现 他想要展现的 去还他的父母 他应该要 还的一些恩情 那至于夫妻之间 怎么样的平衡 会让女性朋友 觉得你做这些事情 不是多做的 那当然就是要 夫妻之间沟通 有时候良好的表达 例如说 你可以告诉先生说 我很希望帮助你 在你的爸爸妈妈面前 尽孝道 但是这个是 为了你而做的 我很希望 我所做的 能够得到一些肯定 有时候正面的要求 比不好意思要求 结果来牵托 我说你妈妈很坏道 你爸爸都哪 比批评好 所以我们宁可 和颜悦色的说出 你期待的回馈 也不要对对方的家人 做出任何的批评 没有一个你的家人 可以被批评的 好 希望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happy